創意底裁近在运通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你回到我們盤中的現場 這地方先祝大家清明假期愉快 因為今天過後就有四天的假期 好好把握這個假期出去走一走 因為最近的盤子 可能大家會覺得比較悶 今天指數創新高 可是到底這個盤未來會怎麼走 待會我會慢慢來講 那個四月份的一個重點 我們先來看 今天盤表現不錯 昨天台北股市跌了120幾點 那現在整個台北股市 又把昨天跌的又漲回來 對不對 現在大概漲133點 那整個指數呢 今天讓你看到什麼 再創新高嘛 那各位你注意看 從新春開盤之後耗了好久 那終於台北股市在4月1號 他在創新高 可是呢你從這一段的走勢面來看 今天在創新高啊 其實你會發現市場上好像喜悅的人不多啦 大致上很多人都是什麼 賺到了這個指數 但是呢賠了價差 好 為什麼會這樣 你注意看喔 從新春開盤之後 到現在為止指數創新高 可是我們會發現什麼 你新春之後去買的股票 到現在還是算嚴重套牢嘛 對不對 你看喔 這些個股是不是一樣 新春之後去買的股票 到現在為止 嚴重套牢 你看嘛 這些個股都一樣嘛 還蠻多的啦 稍微打個幾檔出來就好了 有沒有 是不是都這樣 對啦 好 那各位 那到底這個盤為什麼會這樣子 指數是創新高啊 那你4月份有沒有機會再創新高嘛 如果說你4月份能夠形成攻擊盤 那當然可能跌下來 跌比較深的股票 他有機會趁著這個盤勢的上漲 他會跟著談 對不對 那這是大家比較關心的嘛 好 那各位我們來看喔 為什麼台北股市今天創新高 大家高興不起來 原因在哪裡 各位你注意看喔 到底什麼東西讓台北股市創新高 這是金融嘛 這是航運嘛 啊塑化也有稍微撐盤嘛 對不對 好 這是電子嘛 對不對 你會發現到喔 指數創新高真正的工程 它是放在非電子類股身上 從金融 航運 塑化 這些都在創新高 但是你整個電子類股呢 它沒有創新高 尤其台北股市喔 在國際股市算是強的啦 你看喔 台積電從2月份開始喔 它就一路的出現整理盤嘛 但在這段整理盤的時候呢 反而金融呢 它開始出現輪動 所以呢你會發現啊 為什麼有些個股呢 在這個地方指數創新高 可是呢很多個股 這地方是嚴重套牢 原因就在這裡嘛 其實你從今天整個台北股市 它本身的結構啊 你跟美國股市的結構來看 好像一樣啊 什麼叫做一樣 你注意看嘛 這一波美國的道瓊 它是不是創歷史新高 對吧 道瓊它所代表的是非電子類股嘛 可是電子類股呢 在這個地方高科技股 它有沒有創新高 沒有嘛 所以呢為什麼說這個盤 今天創新高 不代表著說啊 很多人都賺到多少錢 沒有嘛 因為這個盤 如果你去亂追高的 反而是套在上面 好 那重點來了 那你四月份的盤 它會怎麼去走 如果你創新高 股票都還在一直跌 那如果說這個盤 它上不去的話 它又出現震盪的話 可能那些跌的股票 可能還不會上去啊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 指數能夠繼續攻嘛 那你那個跌很深的股票 多多少少也會跟著談嘛 對不對 現在是大家在看這個東西啦 好 所以咧 那現在這個盤要怎麼解 四月份 我們來看 昨天美國股市 高科技股稍微有出現反彈 那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 拜登政府他提出了振興方案 振興方案裡面 除了一些基礎建設之外 還跟什麼 電動車 什麼晶片 太陽能的相關個股 也是有關的 好 那各位我們再仔細看 尤其啊 拜登政府還提議啊 國會要提拨500億的美元 來振興美國的半導體產業 主要是投入什麼 生產研發跟設計嘛 對不對 要打造一座什麼 國家半導體的科技中心 所以昨天肺斑長得比較多 可是我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 我的想法是這樣啊 他現在所針對的一些基礎建設裡面 跟電子類股有關的 不理這個市場的趨勢啦 好就是說 比方說5G的族群 比方說什麼電動車的這個族群 這都是不管你誰執政 或未來的世界怎麼樣 反正它都是要發展的趨勢 但是呢 當美國它本身要成立 美國的什麼 國家半導體科技中心的時候 我的想法是這樣啊 你到底對台積電是有利嗎 你看喔 高階的他們搶不過台積電 但是中低階的晶片呢 一定搶得過嘛 如果說他們要去做這個發展的話 所以到底是不是對台積電有利 那個是還要 還要再看啦 但是呢 當昨天美國振興經濟的 這個東西出來的時候呢 股市是上漲反應嘛對不對 可是你不要忘記囉 拜登打算啦 7月稅從原來的21% 調高到28% 阻止企業把獲利留在海外 作為支應基礎建設計畫 15年內的資金來源 對不對 那你就要打 你要有基礎建設 你那個徵稅是確定的 對不對 好那你想想看 當初拜登在當選之前 那時候跟川普在選總統的時候 他就說要加稅嘛 現在要加稅啦 那到底是不是對美國股市有利 好那這都還有變數啦 那接下來到底這個盤 4月份我們要怎麼看 好雖然美股呢 昨天看起來有利多啦 不過是不是真利多不知道啦 因為基礎建設還要花很長的時間嘛 但是呢你不可能說 我建設完之後我再來加稅 一定是先加稅之後呢 開始慢慢邊建設 再一直拿籌作那個什麼資金嘛 但是呢如果說我們就從 美國的最近影響到 美國高科技股的重點來看 是10年級公債殖利率嘛 到昨天啊 10年級公債殖利率來到1.745 他收盤創新高 收盤創新高 但是上面有上影線還沒有突破 但是你可以發現到 你10年級公債殖利率 這個地方的上來 他對通膨一定會有點影響 就是說如果說你再再強的話 就是說他過於強勢的話 那將來這個美國高科技股 一定受影響 那你去想一下嘛 如果高科技股他沒有出現急攻 沒有出現攻擊的時候 對於台股的電子類股 頂多個股表現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電子類股在這個地方 沒有機會走攻擊的話 你說台北股是這個地方啊 會形成一個明顯的攻擊牌 那個機率就不大 對吧 我們現在合情合理的 我們去看這個牌嘛 所以呢電子類股很重要 你4月份到底你電子類股上不上得去 關係著整個台股是不是形成攻擊牌 但是你電子類股能不能上得去呢 又跟美國的10年級公債是有關的 為什麼 你去看喔 你看這幾天美元都在創新高嘛 對不對 好 當美元創新高的時候 我們就跟大家講過啊 你看人民幣是不是一路貶 對不對 好 當人民幣一路貶的時候 你就發現到 我們就從2月中旬啦 就新春過完年之後來看 它的這段走勢不漂亮 日金指數呢 這段走勢似乎也不漂亮 南岸股市這段走勢呢 也頂多是走省裡 對不對 那更不用說恆生指數啊 現在月季線都上不去嘛 亞洲股市都這樣 為什麼 因為你美元太強 但是你台北股市算強喔 因為台股市創新高喔 對不對 好 那重點來了 那接下來 如果說你這個東西 它都不跌還在往上漲 那就代表說你美元 還會再繼續走強嘛 那你亞洲匯率 如果說繼續貶的話 你說亞洲股市要大漲 這樣機率不大 好 所以台北股市 4月份的走勢 它本身會受到 國際金融的影響之外 再來就是 國際股市的影響 那你能不能形成攻擊盤 美國的高科技股的走勢 就非常的重要 好 所以4月份怎麼走 我們來看喔 不好意思 幫我再多拿幾支筆 好 替你拿一支 因為現在為止你會發現喔 在亞洲股市裡面喔 就是南安股市它月限破季線 然後呢 高科技股現在呢 也是月限破季線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有跟大家講過啊 南安股市呢 它現在的季線成本在這裡 我說從這一兩天開始 它季線成本要上來 所以如果說你南安股市 要扭轉這個月限破季線的模式 或者說會不會死亡交叉的模式 當然 你最好是站上 3月份來的高點 那你這個如果說 能夠站上去的話 當然你對整個台北股市 最起碼你多方 會有激勵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 你南安股市能不能越過 這個3月份以來的高點 現在大致上就在這邊走區間 如果說你美元真的是太強的話 能不能越過現在有變數 OK啦 因為我們現在 大致上就是比較 偏邏輯性的去做分析 OK 好 那這應該是這樣 那你現在高科技股呢 同樣的它季線成本 在今天開始 應該說從今天啦 今天是在這個位置區 未來這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到三個禮拜的時間呢 它會開始一路往上移 所以呢 你現在也是 越線破季線嘛 那如果說你美國高科技股 要化解這個季線上來之後 會形成死亡交叉的疑慮的話 你最起碼要先站上季線 如果說你沒有站上季線 然後呢 拜登政府要加稅 然後呢 或者是10年級公債 殖利率又比較強 搞不好你又破一次月線的話 我跟你講 那很麻煩 這個地方就會形成什麼 季線 月線下跌 季線也下跌 到時候呢 高科技股如果破這個景線 那不用講 半年線不一定是支撐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以這個盤來看 你現在整個國際股市大張 就是走區間嘛 那你國際金融它所影響的程度 都還在啊 那當然昨天有一個拜登的那個 那個基礎建設的利多嘛 但是是不是真的利多 因為後面要加稅嘛 所以是不是真的利多 我覺得市場後面還會表態啊 所以呢 台北股市呢 我預計啦 4月份的走勢喔 除非你美國高科技股它真的出來了 真的衝上來了 你台北股市才有機會形成攻擊盤 否則的話 你整個4月份走勢應該是那個 多空交雜 整個指數會出現一個很大的一個震盪 所以當指數出現一個很大的震盪的時候 同樣你接下來要注意一個東西喔 我們剛剛說過了喔 到現在為止呢 2月份開始 你看啊 指數創新高了 很多個股呢 還在等幾套 對不對 好 我們不要說拿跌的來講 我們就拿一些漲的來看 你看嘛 2月份開始 如果說你去買利旺嘛 今天看起來有創新高喔 可是習近平今天怎麼搞的 你看看 開高走低嘛 你沒有賺到錢啊 比方說利基嘛 你2月份買到現在為止 這2天看起來有創新高嘛 可是有真的賺到錢嗎 你自己看應該知道嘛 比方說這些個股也是一樣嘛 2月份你買到現在為止 也沒賺到啊 比方說日月光嘛 你2月份你進場去買到現在為止 是在等幾套嘛對不對 好 所以如果美國的電子類股 它沒有形成攻擊盤 你台北股是要攻擊機率不大 你怎麼去帶電子股嘛 因為你這波是屬於金融跟航運嘛 這些把它帶上去的嘛 好那再來重點就是 接下來要注意什麼 有些如果說台股沒有形成攻擊盤 未來是一個多空交雜的那個 多空交戰的那種震盪盤的話 台北要注意喔 好我提醒你 你要稍微留意喔 有些個股如果說 這一波一直在走區間的 要預防它破頸線 比方說普瑞 比方說加折 你看到沒有 這一個股 如果再疊下去就破頸線嘛 這一波下去是不是越套越多 沒錯啦 比方說什麼 6213的連貌 這不能破喔 如果這一破的話 上面套牢的籌碼會越來越多 比方說什麼 雙紅 你看 這一類型的個股最近都上不去 如果說破前面的低點的話 那結果套牢的籌碼 是不是越來越多對不對 好那接下來會注意什麼 注意要注意這個 因為你融資真太多了 行動過完年之後 到現在為止增加了400多億 如果說這個地方 有些個股是破頸線的話 因為預計四月份是那種 多空交戰震盪很大的盤 那如果說是出現這種盤的話 那就不代表說每一檔個股都上得去 那要預防很多個股會不會破頸線 那這一破頸線下來 因為你融資增加太多嘛 那會造成什麼 很多有些個股 它的融資會嚴重得到 OK 所以我們就花點時間 把整個四月份 我目前所看到的 來跟他去做分析 當然會說老師一定這樣走嘛 但我們後面要去看什麼 國際金融的變化啦 所以我們先把 目前所看到的現象 跟他去做說明 好那要怎麼做 那就不要亂做啊 我就跟你說過 有些個股你就不要去追啊 指數是創新高 不代表說 你的股票是創新高嘛 那你現在到現在為止 買錯個股 很多股票不是套翻天嗎 對不對 所以個股的部分呢 待會我們再來跟大家做解說 好不好 那到底這盤要怎麼做 待會我們詳細跟大家做說明 可是我先講這個 因為今天禮拜五嘛 一路發到年底 本週截止 就剩最後一兩天 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好不好 待會回來我們就來看 操作面 應該怎麼做 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謝謝 運達同步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光鼓欺嘆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这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堵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堵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2781-0909 车货现场拍照录影五原则 车货发生五人受伤不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静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击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静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好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指数表现不错 在清明假期之前 指数目前涨了136点 那当然今天指数是在创新高 是在创新高 可是我刚刚我们跟他讲 从过完年到现在为止 哇 耗了好久 指数终于创新高 可是你会发现 市场上好像 能够高兴起来的人不多 为什么 因为这波指数能够创新高 是金融来带 是航运来带 说话也有稍微帮忙 对不对 但是你电子类股呢 现在就耗在这里 它并没有带吧 因为台北股市呢 虽然你看护国神山嘛 台积电跌下来 可是指数还能够创新高 是因为 那时候资金跑到金融去 金融的权重也蛮重的 对不对 所以这地方指数上涨 但是跟非电子类股是比较有关 所以有些个股在这个时间点 我说还是呈现一个 严重套牢的现象 有没有 很多个股到现在为止一样 到现在为止你看都还在套牢 对不对 所以这个盘 我说4月份的盘 因为还牵扯到整个 10年级供在这边 因为它昨天收盘已经创新高 收盘就创新高了 那那个上点线我们就先不管 差一点点 如果你10年级供在殖利率再往上 那你美元还会再往上 当你美元再往上 你就会发现 怎么搞的 亚洲盘好像表现都不怎么样 但台北股市是算独强的 可是台北股市它主要是集中在非电子类股身上 所以4月份的盘势应该会呈现一个多空交战 会震荡非常的大 那这种震荡很大的情况之下 个股的操作就要小心 我刚刚有说过 有些个股要预防什么 如果震荡很大 它没有形成攻击盘的话 有些股票要预防到破颈线 这一破颈线就代表说 后面会越套越深 融资也会越套越多 所以遇到这种盘势 我是建议各位 我说操作的时候你就不要去追 我这么讲 多多少少有那么几档会创新高 但是很多个股它没有创新高 对吧 那如果说你今天去买到那个没有创新高的股票 不就接最后一棒吗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这个地方的操作 我要想办法的是让你去做教 不是帮别人去抬教 如果说有些个股到现在为止 你看 每天流上影线 有些个股呢 二月份到现在为止也没上去 你去如果说这地方没上去 你买在高点的话 不是很麻烦吗 所以我说你要怎么去做教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这一波的操作 因为你电子类股 它没有过平台 所以你台股目前没有办法形成攻击盘 所以在电子类股的操作里面 我就说我去抓那个有题材 有基本面的股票 但是它股价是在低档 因为它有这个基本面 所以你在低档的时候 你股价算是呈现那种低估的状况 虽然你股价会还它公道 它一定会上来 所以你会发现 当时我跟你讲中阳光 那这一个股呢 你看 从我低档买 低档买之后是不是上来 对吧 好你看 今天中阳光还在继续创新高 有没有 那我们从低档买了 不过前面的高点我有卖掉 我怎么做我就在节目里面怎么说 我有卖掉 后面我也没追 但是我去买新的股票 待会我来跟你讲 之前也跟你讲过嘛 见面看嘛 低档买完之后呢 拉高之后呢 我就把它卖掉 对不对 你看嘛你不卖 你后面去追的 你看看融资一直创新高啊 这代表什么 一直在拆底部嘛 套牢啦 只好一直买啊 对不对 好啦 从一天后你会买到低点 可是在那一天的时候 你也没什么资金啊 是不是才能买低点还不知道 而且你会越买越少 钱都用完了嘛 照理说你应该是越买越多嘛 你要去拆底部你就越买越多嘛 那这样一上来 你就很快解套赚钱嘛 可是呢 你前面已经套牢了嘛 你后面呢 跌下来又是买 又是在拆底点拆底点 总有一天让你拆到低点 可是你越买越少 搞不好你资金没有啦 你要怎么解套 对不对 所以呢 当你高点卖掉之后 我说我们去买阳城嘛 我把这笔资金去买阳城 买完之后当天工长停嘛 然后呢 结果当他拉高的时候 我也是跟他讲嘛 我绝对是有买有卖 好 有买有卖 拉高卖掉 那像这样的个股呢 比方说戏嘛 那时候从低档买完之后呢 也是创新高嘛 创新高我们也把它卖掉嘛 对不对 你看嘛 康普也是一样嘛 低档有买拉高有卖 TPK也是 自身也是 有没有 GIS 也是嘛 是不是低档有买拉高有卖 对不对 你这样回头来看嘛 你看嘛 该不该卖 你在这段后面买进了 没有赚到钱 可是当初我们在这个位置去买 我拉高卖掉 好那重点来了 那你到底这个盘 你现在到底后面要怎么做 同样的 这个模式不会变 好因为刚刚我们说过嘛 你觉得四月份台股会怎么走 哇它会一直攻击 然后一直创新高 有可能啊 重点是你这个上不上去啊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动台股就走攻击啊 但你那个动不动 又跟高 美国高科技股有关啊 对不对 如果你美国高科技股 如果说能够站上颈线 然后去过钱高 那台股就是攻击盘 不用讲 这一定是攻击盘 没错 好 但问题是 美国要加税了 我也不知道后面状况会怎么样 因为昨天反应是利多嘛 但你后面要加税啊 到底是不是真利多 后面还要再看 那接下来的做法呢 同样的 如果现在四月份啊 台股是那种震荡很大 一下有利多 一下有利空 忽涨忽跌的那种震荡盘的话 全部都只有个股表现的空间啊 那你现在怎么去抓那个 个股表现的空间 同样的嘛 你想想看嘛 四月中要公布第一季的财报 如果你的基本面不好的 一定会打回原型 啊基本面好的 股价没动的 他一定上去 我举个例子来讲 你看 3月29号我就跟他讲 一二月份营收 都在年征嘛 那这看起来第一季不会不差哦 那时候我跟他讲金相光 那这档个股呢 我们在3月17号 在我们的LiveX里面 也跟他提示嘛 我说你想知道的 可以留电咨询嘛 对不对 好 那时候呢 在第一档也是跟你讲 结果性样光是不是起来了 对吧 你先买低点嘛 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说嘛 你要想办法让自己去做教 不是老是帮别人去抬教 去买到那个最高点 那就没有意义了嘛 所以咧 你看 是不是起来了 那这档个股呢 同样的模式嘛 我去年那时候我就跟他讲 11月份我就说 9月10月营收 屡创历史新高嘛 我那时候跟他说 这怎么会不上去呢 不可能啊 不合理嘛 所以那时候这一档买 这里加码 标了四成 对不对 好 那一次卖完之后呢 我一直到3月份 一直到3月份 3月中旬之后 我们再把它买回来 所以你们发现啊 你有卖你会有买 不是叫你一直买 而是你要怎么去挖掘 这个牌面里面 它最有机会的股票 否则你买多也没有用啊 你看到现在为止 起素商新高啊 可是很多人高兴吗 不会啊 你看到现在为止 很多人在等级的套嘛 对不对 然后融资都一直增加嘛 越跌越买 那我反正就讲 你会越买越少 因为钱都用完了 OK 好 那你资金小的怎么做 资金小的 我们今天只买一档个股 今天早盘的时候呢 9点20分左右 我们去买这一档 结果呢 今天一过紧 现在就冲上去 那这一类型的个股呢 它跟美国的基础建设 是有关的 同样的跟电子类股也有关 好 你看这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所以那有些个股 在一个底部的形态的时候呢 我会建议你进场去买 而不是去说 那抓那个已经创了 要创新高的股票 去试试看 它会不会创新高 如果没创新高就追高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 那好的股票 我们的第一档 接你进场 那慢慢的呢 后面整个四月份 还是依照这个模式去选股 好不好 这是我们的操作了 那在整个四月份 我们昨天有说过 我们昨天在期货的部位呢 三月份 累计有六百点左右 那我们从这大半年以来 我都是让你 我没有赔过了 我们都是赚钱的 而且呢 我一个月下来 要有四到五百点 我都有做到 就那一二月的时候呢 赚个两三百点 那时候因为过年的关系 其他月份我们都赚到 好不好 所以咧 四月份 从新的开始 一路发到年底 这个礼拜截止 我要帮你创造 旗鼓双赢的计划 欢迎你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那详细的解说 晚上八点钟 再跟大家做分析 晚上见 拜拜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 不再妄独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投资您 不再妄独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 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投资您 不再妄独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 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车货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货发生 五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